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喔 孩子们的表情是不会骗人的 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这一集呢是延续花生粉大晋级 为大家设计的一个亲子活动 可以带着孩子做麻糬 然后沾花生粉 使用的材料有糯米粉 温水糖油 然后用电锅或者是用平底锅加盖子针 都没问题的 看小智的在那边玩喔 这一天呢我特别拜托小智的来当我的助手 哦不对他应该是主角 让他来做 然后我来教他来帮忙我拍片 像我很喜欢呢在我的课堂上 鼓励妈妈们带着孩子一起来 因为孩子跟着妈妈生活 跟着妈妈做 妈妈做的事情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请莫华的 看小智他很纯熟喔 因为他已经跟着我做了很多年的蛋糕饼干啊 还有平常在料理的时候我都会教他一些事情 这都可以训练孩子们的专注力注意力 还有他手部啊眼部的协调度 对他会看棒秤然后知道什么是归零 然后在做这些料理的时候呢干料的地方部分要先秤 对他都有这些的基本概念 然后什么东西怎么加 其实孩子们呢都不是天生下来就会 是我们大人一步一步带着他去让他学习的 像这样的动作啊我就会教孩子做倒水的这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因为他得要控制他的力道而且他要慢慢来不要急 然后像这样子的搅拌动作啊我都会做给孩子看 再让他去做 我们妈妈们千万记得当你在带孩子动手做的时候 你都要示范做一次给他看 因为这些动作对他来讲都是新的体验 如果你只是用说的他可能无法理解 我们大人的指令是什么 所以我都会示范给他看 然后他就可以跟着去模仿去学习 在这里我忘记在面糊里面加一汤匙油了 不过吃起来好像也没差耶 但是会比较稍微黏一点 我觉得有油的话他可能会Q弹稍微有弹性一点 那孩子自己倒 你看这他要控制力量 而且他很专心 对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让孩子去学习啊 跟增加很多对食物食材的认识 我觉得带着他动手做是最好的方法 然后在这当中啊我们在蒸麻糬的时候 小智还帮忙我们在所剥黄帝豆 所以他当天也认识了黄帝豆 知道黄帝豆原来是要剥壳的 他有一个豆甲 他帮我们剥了三包哦很棒 然后这是我们蒸好的麻糬 对啊很开心 其实因为麻糬它没有什么难度 所以你带着孩子做啊孩子会成功 他也会很开心会有成就感 这里你可以稍微拌一下它 让这个麻糬会更Q弹有弹性 然后终于又回到了我们的重点 我们花生粉大晋级 你麻糬可以沾花生粉芝麻粉 甚至连可可粉都可以 那会因为我们都是无糖的 所以你可以加一点那个白色的细糖粉 最后啊小智的跟我讲说 阿姨我可以用我的手捏吗 我说好啊当然好没问题 这时候我们就是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在他的双手抹上油 他就可以自己去玩了 让孩子体验 对我们不要去限制孩子想象的空间 然后在玩乐当中啊 他会去认识食材 他就会知道哦原来这样很黏 我觉得这都无所谓 然后其实我们常常在推广食农教育 我真心觉得不管任何一种教育 都是从我们的家庭做起 像餐桌上的教育也是 带着孩子这样做 带着孩子认识食材 我相信这些东西都会请默化 在他将来长大的生活里 然后这边看到我们站长来了 神救援用筷子就可以了哦 筷子卷更不错吧 真的很好吃 鼓励妈妈们带着孩子动手做 如果你已经没有花生粉了 你可以用芝麻粉 用可可粉都可以 没问题的 OK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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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